而4号在花莲的富佑青创园区所举办的 新享市集活动 展现了多元的新住民文化内容 活动的现场设有8处新住民社区服务据点 以及1处新住民学院带来的文化表演内容 并且安排了新住民美味异国料理的体验摊位 教民众自己做芭蕉冰、月市春卷等的内容 挑战民众的味蕾和巧手 配合12月18日国际移民日 4月在花莲富佑青创园区举办的新享市集 在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及新住民社区服务据点的规划下 县内新住民朋友分别带来越南、印尼、泰国、柬埔寨及中国等 家乡异国料理挑战大家的味蕾 家乡异国料理挑战人工期待 比较真佳比较口感好吃一点 市集现场设有花莲市吉安湘吉寿峰等 八处新住民社区服务据点 吉宜处新住民人文发展交流协会 各自带来例如月市咖啡冲泡 月市春卷以及手作同万文化体验活动等 此盘为新住民吉宜供增加交流机会 也让民众对新住民文化有更进一步认识 记者长方燕 花莲时报导